日前小姐不惜地的班底PEG 想要找前女團成員業配 整料對方稱自己是藝人 還開了超出預算四倍的價格 並指出對方有藝人病 這讓我監視到說 欸好像有一些人會有藝人病 其中一個是 以前是女團 她說 她分享後不少網友紛紛猜測 是黑社會美媒 女團Twinkle的詩雅 而19日詩雅爆出到派出所報案 決定提高PEG 和網友的不實指控 不少粉絲紛紛留言為詩雅集氣 PEG在不久後 隨即透過經濟公司和律師 發表聲明並澄清 她在節目中並沒有防害名譽或攻擊 隔空喊話詩雅 如果有不理性的行為 也會採取法律行動以捍衛名譽 善宜發出聲明 許多網友仍不買單要PEG道歉 結果發現被刪留言引起更多不滿 網友怒批 傷害人家 時間過了那麼久 什麼都沒表示這樣對嗎 不過刪留言只會讓人覺得你心虛 但也有部分網友幫忙換家 PEG在節目中並沒有指名道姓 不需要道歉 兩派說法各有立場 不管結果如何 現在也只能等待法官判決的結果了 那種不需要技巧 那種不需要 在說法官判決的結果 也不是